全部马不准备拖档第四场赛事 五番千艳的短途赛准备 准备 准备 一开门的时候 好精灵稍微慢点 前面快有这只不老精英来兰 嘻哈大小中间飞天龙区 第四位团队复兴红眼罩 在外面第五还有这只上海先锋 来兰位置还有好精灵 外面位置就是这个快乐梁友 后面那些马有华伦天奴雪堤令旗 暂时殿后三只马辣得起 就是叻叻财星和刑期 对面八百 前面嘻哈大小就采取快放战略 不老精英第二位快乐梁友第三 外面红眼罩就是这只团队复兴有多小抢口 外面绿色衣就是这只飞天龙区 再后面的马有这只上海先锋 来兰位置就好精灵 后面华伦天奴辣得起向最后 后面三只叻叻财星刑期 暂时包尾雪堤令旗 好转回中间 嘻哈大小带北老精英第二位快乐梁友 第三位外面飞天龙区 再在外面还有团队复兴 摄入面上来还有一只好精灵 来兰那边还有就是这只辣得起 斗到最后二百多米 北老精英走掉了多少 见到这边嘻哈大小也不多了 中间就是飞天龙区 在后面还有好精灵 最后五十米到 北老精英越骑越有 已经弹掉了赢了这场赛事 飞天龙区第二 第三好精灵 第四就是这只嘻哈大小 结果北老精英纯粹放在第二位 乘着放头马力弱 他就代之而起了 中间前直接将对手抛掉赢马 北老精英赢 飞天龙区第二 好精灵第三 第四嘻哈大小 好了 结果这只不老精英 憑着他轻绑之力 天天对着你一三零 当然有人有余 走掉你回来赢了 跑第二名也没错了 飞天龙区又第二 第三是好精灵 第四是这只嘻哈大小 北老精英 终于了 今天赚了一些 可能在前面走的形势 会比较稀少少 一再都说的了 这两场其实 你很好的姿势了 但是遇到一些 可能不太适合他 好了 看巡囊影片了 看到中间黄眼罩 说不老精英 那边有几个码撞在一起 撞到辣得起 没问题就放了出来 走出来之后 其实 嘻哈大小是要走 或者守好位 是不是要走得这么夸张呢 然后又杨明良说 你走了 我不跟你瘋了 我走在你后面 反正我只不说这样更好 快乐良友慢慢煞起来 又盖住了那只飞天龙区 一个不觉意 快乐良友 变成了一个小小姐 挡住了飞天龙区和团队精神 不客气吧 不不觉意而已 而且其实这场你看到 好像两只马在前面 叨叨声是否很快 其实他头断开24秒一多 他比起飞天龙区 其实是慢了两线多 看起来好像很快 看起来好像很快而已 最多两只都不断了 而且还要赚上 今天可能在前面有特别好 如果你这么说 所以难怪那些很精灵 因为不快 追不到了 那就变成了在那个位置 再加上他因为组断 有点意外 撞了很多马 后面那些马又脱节了 其实后面那只马很弱 先不要理解名刺是什么 弱 走势是弱 团队的复星 冲下去是很弱的 看回分段时间 其实两段都不快 24秒14 23秒42 都是慢个标准时间 23秒32没段 1分10秒88的总时间 就慢个标准时间 2线3